欢迎来到我们的YouSnow 本网络的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嗨 大家好 我是齐子贤律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的商业租赁中进行租客筛选的一些基本事项 我们会比较房东和房客两个视角来简单的介绍这一个内容 首先呢 租客筛选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这个资产情况的调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financials 这块主要包括比如说房客过去两年的报税证明 显示他现在的一个每年年收入的情况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可以房客提供过去六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之内的这个存款证明 显示他的这个流动资产情况 有的时候呢 这个房东还会要求房客出具 由专业的CPA出具的这种certified资产证明 如果说前面这些都在就是都不太符合房东要求的话 有一些房东也可以就是说接受 比如房客提供一个他固定资产的一个证明 大比方他有一些房产 他提供这个房产的地契啊等等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如果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房东会比较偏向于流动资产 因为流动资产的充分性和可操作性都可以 让房东比较放心的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要审查的就是信用记录 这个主要就是对房客的信用报告进行一个审查 主要是看房客在过去有没有过晚付 持付以及不良资产这种记录 那第三个方面呢 是关于商业经验的一个审查 也就是房客他在相关的行业中是否有过一些从业的经验 那打比方我们有房客想要去开一个餐厅 那房东肯定愿意相比于一个小白 他可能更愿意把这个房子租给一个 有过十年二十年餐厅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 所以说这个这一块的审查 也是往往房东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房客们呢 他可以提供的证明方式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自己写一封相关的这个从业经验的书面说明 第二个呢 就是找相关的业内人士进行一个推荐 第三种呢 就是说比如说有以前的房东等等 可能也会给一个推荐信 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满足条件的做法 第四个就是关于这个房客公司的一些背景审查 比如说如果是一家公司作为房客 他要来租赁这个地点 那房东这边可能会关心这家公司成立的年份 他以前的这个市场生育以及相关的这个资产情况 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有从中国想开一个连锁店之类的在美国 那肯定房东需要你提供在中国开得很成功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证明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有很多的房客 大家在签这个新作业的时候 往往喜欢先开成一个崭新的公司 这家公司他可能没有任何的经营记录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房东也非常的理解 那等于说公司是一个完全一张白纸的情况 其实也没有任何审查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就要引出来第五个要房东审查的内容 也就是在公司是这种情况的状况下 往往房东是需要让这个一些个人签署个人担保的 那这个个人的担保协议呢 他就牵扯到这个担保人他的这个条件审查了 基本上就是把前面说的这些情况进行再一遍的这个整理 对担保人来讲 房东也是要审查他的资产情况 他的信用状况 但是呢 对于担保人来说 房东并不强求他有相关的从业经验 因为担保人本身他并不需要去对这个行业有 就是必须要有从业经验 他只需要有钱就可以了 所以房东就是会对这两个方面对担保人进行审核 如果都能满足条件的话 那这个房客一般就是可以被房东进行认真的考虑 那站在房客角度这边呢 我稍微提醒一句 就是很多房客他在有意向想租这个店的时候呢 可能上去就先看这个地址 然后就跟房东开始谈各种的条件 甚至是直接把这个租约要过来 就开始跟房东仔细地探讨这个租约的细节 但是呢 如果这个租赁审查环节没有及早进行的话 就很可能会导致其中某一个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 导致前面这个工作就统统作废了 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是 这个步骤一定要在房东出正式的租约协议之前 就优先解决 就是让房东先行审查 然后通过之后我们再讲接下来的细节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